我們來練習一下 有一個東西 用等比天平量數60公克 60公克下列迅速合則正確 那我們跟各位講過一個重點 就是只要能夠用天平量質量的地方 到處結果都一樣 但是在失重狀態沒有辦法量 所以選項B跟出都是錯的 然後呢 所以我們答案要選的是A 不管你在地球上量 地球的高山量、地球的海底量 還是跑到月球去量 結果都一樣 所以我們答案應該選的是A 好 換各位 練習11 山上燦跟平地秤質量一樣 質量一樣喔 那請問你 把它搬到月球上秤 誰大誰小 在地球的高山上秤一樣 在平地秤一樣 那搬到月球上秤 誰大誰小 而是 我覺得是B 你覺得是B喔 對阿 我也不知道B是什麼 我叫是吧 指量是不會變的 到處的結果都一樣 所以山上一樣 海底一樣 什麼樣 那月球也通通都會一樣 這題可以改成問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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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量一樣大 請問你重量誰大 那個 然後這個 重量誰大 然後怎樣怎樣 或者是 考試會考試 但是說 重量一樣大 問你質量誰大 重量一樣大 山上糧重量 跟增加糧重量一樣大 那問你質量誰大誰小 會有些變化 請你自己去思考 請問你我去量阿 我用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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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最好記錯多少 這種只要是跟測量有關係的 都請注意一件事情 你可能需要加一個估計值 你可能需要加一個估計值 可能需要加一個估計值 那通常他沒有講 起碼就是多少 0.1公克 就是0.1公克 0.1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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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請問你最好記錯多少 停車站借問 剛才是幾號 24 所以現在找可愛小女生 25 可愛小女生 10號 23 你的答案選的是誰 你答案選B 請坐下 答案選的是B 兩個10公克20 兩個1公克 一個2公克 22 12跟13之間 一個0.1 就12.10 1.25 1.25 所以 22加上 1.25 所以是23.25 這裡面估計值很討厭 因為估計值在哪裡 其實估計值也不是0.01 因為他把那個0.05 那個0.05就是估計值了嘛 12跟13之間 就已經估計值了 所以我不想再多加一個0 所以我不想再多加一個0 所以答案是23.25 OK嗎 OK 很好